热日期间的观众朋友们 现场的朋友们大家好 晚点收看 湖北卫视给您带来的大王小王 我是王明念 我是欧芳 欢迎大家 王老师 今天呢来了一位您的好朋友 好朋友 对 他特别喜欢您 我的好朋友来 为什么没有跟我说 是跟你说的呢 关键是呢 他长得特别的帅 属于那种 又高大又帅的那一种 你先听听声音 看能不能听出是谁 您好 你好 你好 你是谁啊 我是乔一 但是我的朋友们叫我四百 一二十的四百 那你比我多了一百五 那么今天呢 在大屏幕后的这一位 到底是谁呢 有没有跟王老师 长得特别像呢 被称为是兄弟啊 掌声有请 你好 你好 张宇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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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信我 我是四百 你真的是四百吗 实在你大概信我 四百号 哎 你真的 哎呀 哎呀 我的天哪 哎呀 我天哪 哎呀 来来来 你真的一百五 面朝大家 你这哪里买的西服啊 就是我一直也找不着 啊 是的 啊 定座 定座 哦 定座的 对 哎呀 黄毅您是美国人吗 是 我是美国人 对啊 你真的有四百斤吗 是的 是的 我刚刚开始减费 这个以来我减了九个公斤 我估计我要站到您前 你真的有横的 我估计得有我两个宽 嗯 可能 你看啊 你看 对 你可以穿我的我的衣服 可以穿我的衣服 你的衣服啊 对 穿一身 我的天哪 哎 你跟王文静老师 衣服一模一样 给我 给我 给我穿 你不要搞模仿秀 谁模仿谁 哦 呦 水 像水 哈哈哈哈 这谁模仿谁还 不是 我要是穿这么 今天我们正好过 哎呀 妈呀 就 哎呀 哈哈哈哈 你这 你就一点都不知道 咱们俩 哈哈哈哈 等会 等会 哎 等会 你别动 啊 你现在明明 你应该是你在后头 哈哈 真好看 好看嘛 哇 哇 这个你们美国人 讲腰围吗 我的 我的是 呃 差不多六十寸 哎 英寸 那我算一下啊 六十 乘以 呃 一点儿六 哇 那有这么多吗 这里对 这里就是 六十 就是可能五十六 哦 天哪 对 那个 您这裤子衣服 都不是特别好买吧 对 这是订做 订做 来美国可以买 但是中国找不到 对 所以我去呃 北京的休睡节 他们有一个地方可以订做 您最近量过体重吗 是呃 现在我四百十五 四百 一百 四百十五 一十五斤 是一呃一百八十八公斤 耶八十八是三百 一百八十八公斤 那是三百多斤 不是三百是四百 我我斤棒棒 棒 四百十五棒 我斤可能小一点 哦 那个我们有一个特别大的秤 我们有一个 我们可以试一试好不好 试一试 试一试可以看看 可以可以 看看我们中国的这个金和公斤到底是多少 对对 来 好 慢一点 好 哦 这是不够 够 这是一百六 可以 三圈 好好好 一二三七 呃 一 不是一百八十八 你这是一百九十四 因为我吃了早饭 起来的时候 你早饭吃了十 洗手间 没吃饭是一百八十八 哦 对 一百九十四是三百八八 哦 真的是三百八十八 嗯 哇 好准呢 不知道 天呐 好吧 棒是四百十五棒 哦 天呐 那你真的是叫这个名字很好 四百 对对 四百 对啊 你这 不 明年我的名字叫三百 哦 明年叫三百 对 那你最终想叫什么呢 这个以为我减了九个九个公斤 嗯 所以可能还有一年 嗯 可能可以呃 千百一一百一百公斤差不多 那你就剩两百斤了 差不多 对 他就是两百斤 差不多 对 差不多 但是他比我高 所以他享受一点 到时候我们就是兄弟俩了 他不能给你当兄弟 哥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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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一定是最多要给你 至少要给你当uncle了 对 对啊 你想想 他已经快六十岁了 不可能 哇 把你的头发 像很年轻的人的头发 对 那叫庄男 那这个我教你一个中国话啊 像年纪很大的人 但是把头发弄成这样 这在我们中国呢 有两句话 一个呢 一个是词叫庄嫩 当然如果你要是 你的中文更高水平了 你就可以说 老黄瓜刷绿漆 老黄瓜 刷绿漆 刷绿漆 其实他在我们中国啊 生活这么长时间呢 全是因为一个人 对不对 对 呃 你在我们中国生活了多少年了 我住在中国八年差不多 09年从美国到中国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 他因为一个人留下了 此刻 大屏幕之后 站着一位神秘的嘉宾 掌声有请 四百斤的美国小伙 竟然娶了一位中国美女 你是她的女朋友吧 我是她爱人 我就想找这样一个太太 结果她成你太太了 我现在瘦点了 帅一点 帅一点 就帅了 你太有本事了 当杨女婿遇上中国丈母娘 好玩的气势一一螺筐 在洗手间 我们有四个五个盆 我在那个盆 裤子在那个盆 我喝一杯水 一瓶水 我放垃圾 然后明天 我看我的垃圾 在家里 有花 乔宜受到什么事 会让妻子如此难过 她切我的手 我在孤儿园两年 在孤儿园 她伤害我 她虐待我 更多精彩内容 不要走开 广告之后 乔宜来自美国芝加哥 体重将近四百斤 她喜欢别人叫她四百 2009年 乔宜怀着对中国的向往 来到了北京 原本只打算 在中国旅游三个月的她 却因为一个人 选择了留在中国生活 究竟这个人是谁呢 她和乔宜 拥有着怎样的关系呢 掌声有请 哇 欢迎 这么高啊 亲爱的您好 您好 好漂亮啊 您好 您是她的女朋友吧 我是她爱人 你是她爱人 哇 你找这么漂亮的中国太太啊 谢谢 谢谢 你太有本事了 对呀 把我们中国最漂亮的女孩 带走了 对呀 你想想 我就想找这样一个太太 结果她成你太太了 这个跟她认识多久了 我们应该是09年认识的 对 到现在应该是 我到四月份 我到中国 我认识她七月份一号 对 那也就是说 有八九年的时间了 八年多一点 那这八年来 你就没有用中国女人的本事 让男人把肥给捡了 没有 你认识她的时候 她就是这样吗 对 差不多 当时就是四百吗 我对 我四百多 那个时候我 那时候比这时候胖一点 因为现在在减肥 减肥 瘦一点 四百二十 四百三十八 哦 那个时候 实在我瘦一点 哦 现在瘦点了 帅一点 帅一点 又帅了 好 来 两位请坐 请坐 其实你这个体重在美国 应该也不算特别的 对 几岁 体重 赚了多少钱 这个都不可以问人 但是在中国第一次问我 哦 你是哪里人 哦 你体重 哦 你赚了多少钱 你几岁 几乎了吗 所以现在我习惯中国的文化 没问题 没事 我没问你 多少 挣多少钱 对 我想问您的是 就是您的这个体重 在美国 其实不算是特别胖的 或者说 是比较普通的 对 有很多的胖 胖友 对 胖友 对吧 您是在美国哪个州 长大的 就是甲哥 是我的老爪 我觉得好冷啊 对对 跟背景一样的 我先问一个后来的事啊 你们有宝宝吗 有两个啊 哦 太棒了 是特别可爱 长得像他还是像你啊 像他 像他 长得都特别像他 对 都很漂亮啊 哦 好可爱 哦 是两个男宝是吗 对对对 两个儿子啊 现在 你的两个孩子 在家里边 是跟你们说中文 还是英文 他们给我说英文 说中文 跟妈妈说中文 跟爸爸说英文 他们之间差几岁啊 三岁多 三岁多 这个爸爸陪他们的时间多吗 有时间就陪他们 他们有没有说 爸爸 你好像有点胖啊 我的老大说 他说爸爸 你那么胖啊 他打我的肚子 就是因为这个八九年的时间啊 你们好像 我觉得你好像没有减 你现在可能开始减肥了 婷婷你就没要求一下吗 就老公你得减减肥啊 男朋友女朋友时候 他不麻烦我 结婚的时候 明天 开始减肥 不吃这个 不吃那个 不花钱 这样子 我说的 昨天 你不说这样子 今天我们结婚了 要不口口了 不吃汉堡 不吃披萨 减肥减肥 为什么改变 偶尔会说一下 但是我还好 我可以接受 乔逸和妻子 王玉婷 已经结婚七年了 有了两个可爱的宝宝 虽然乔逸的体重近四百斤 但是王玉婷并不在意 那么这段跨国恋 是如何开始的呢 我想问您 当年2009年的时候 是什么样的一个机会 你从美国来到了中国 我在那个时候 我在2009年 我在加拿大 我的朋友 有保安的公司 Security 所以在那个公司 我帮他是我的 人力支援 人力支援 对 那个州有一个 武汉人 武汉人 中国人 武汉人 他给我联系 哦 失败 我要上班 可以帮我 我移民加拿大 我没赚钱 可以帮我 所以我说 OK 可以给你学一学 所以他来我们的公司 然后他是我的同事 同事 他天天欢迎我 四百来中国 四百来中国 没几乎 没有孩子 你可以放假假期 去中国 所以四月份 我有放假 所以我觉得 OK 三个月差不多 我可以去中国 你有三个月的假期啊 对 哇 好长啊 所以我喜欢 去加拿大 去中国 看看北京 长城 所以您当时 想得很简单 你在中国 前面三个月 待得怎么样啊 那个时候 你不会一句中文吧 对 不会中文 我都不会中文 但是我来中国的时候 我觉得 什么都很热情 您的第一个城市 是北京吗 北京 对 你们俩怎么认识的呀 我们是在工作上认识的 我当时面试他 他准备在中国找工作了吗 对 那个时候正在这个 做一些兼职工作 你准备在中国找一份工作 我一个朋友说的 哦 你可以去那个 英文的培训公司 你可以赚钱一点 可能可以给一个人 教英文的课 所以我说 OK 可以赚一点钱 所以可以去别的城市 所以我 他想赚点钱 去别的城市玩吧 对 所以我认识他 他给我面试 面试 面试 我觉得他那么漂亮 他很高 他面试你 对 之前他是我的老板 之前他是你的老板 也就是说你也是人力资源 对对 你当时在一家什么类型的公司 英语培训公司 哦 那你应该英文还不错了 嗯 还好 他英文怎么样 你觉得是他的英文好 还是你的中文好 完美 他的英文完美 完美 哦 那你俩一聊聊的还不错 对 所以我们 我认识他以后 我喜欢做的男朋友 女朋友 我不知道 但是我喜欢 欢迎他吃饭 看电影这样子 但是他说 哦 不行 不行 我忙 我很想忙 我问他 可以给我你的手机的号码 手机号码吗 我可以给你 一会儿给你打电话 他说 哦 我忘了我的手机的号码 我不知道哦 你忘了你的手机号码 你怎么回事啊你 就不想告他嘛 对吧 所以 三个月以后 他说的 可以可以 哦 等了三个月啊 三个月以后 我试一试三个月 那你当时怎么给他电话号码的 他是在那个 我工作的时候 然后他 他在我那个工作电脑上把我的那个QQ号抄下来了 然后这样 QQ QQ QQ号 哦 然后就跟你那个QQ上了 嗯嗯嗯嗯 所以每天一个月他说我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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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他们他们他们想玩但是他们有有压力有压力因为没有男朋友 对有压力有压力 不不不不不你这是你的理解我们还觉得挺好的呢是吧 所以他说的呃今天OK可以陪你吃饭哦对所以那个时候我们一起去外面吃饭 你好开心吧哦我很开心对嗯所以那个时候他开始喜欢我 哈哈哈哈哈哈哎这就是你认为的吧 对你你怎么跟他说的第一句说你喜欢他你怎么张开嘴跟他说 对 love at first sight 那天吃饭的时候吗 那我不说我说的哦你很漂亮这样子哈哈哈哈你眼睛很漂亮对 也就是说不能说的太早了是吧对哈哈你说太早了这个不太好哈 对对可能一个两个月以后我说的我爱你可能啊哦 六个月以后我问他你可以结婚我 你可以跟我结婚吗结婚我对哈哈哈六个月以后对 对因为我觉得我我可能要回来加拿大嗯我不知道我的生活是在中国 所以我觉得如果我要回家因为你的签证应该到期了是吧对对所以如果我要回家最想谁是他嗯所以我觉得如果我可以结婚他我们可以一起回美国加拿大这样子 但是我们结婚的时候他说我爱中国我不想搬家所以我们改变我们的生活在中国 嗯嗯 嗯 实在我们是弟弟到到北京老炮 哈哈哈 老炮 来自美国的乔易在中国结识了东北女孩王玉婷在开启了三个月的疯狂追求之后王玉婷终于同意和乔易交往但是对于乔易来说中国和美国的文化不同想要娶中国媳妇还要过准丈母娘这关而当王玉婷的母亲知道女儿要嫁给一个体重达到四百斤的美国人时又会有怎样的反应呢 乔易我觉得他很可爱很幽默嗯但是呢我们第一次见他的时候毕竟他是四百啊嗯他是可爱的四百啊嗯就你有没有考虑过妈妈有可能会反对啊 我觉得这东西自己的事情啊他们可能反对有他们的道理也是为了你好反对过吗有反对过啊嗯为什么就是觉得还是这个就是形象啊形象的问题你是怎么你是什么机会把他带带到妈妈身边的大概是三四月份那会吧我我忘了但是就是有一段时间臭 然后我算是我想称然后她我妈过来看他看着他啊对妈妈怎么说啊就是觉得太胖了啊其实是他记得 这个也无疑点说了什么 对 当时她觉得 夏威脾气很好 她很可爱 她是有好人 她很幸福 所以有一个问题 她的肚子大 这个问题不重要的 她说了 妈妈想跟你们一块生活吗 你的丈母娘跟你一起生活吗 是的 是的 她给我们住的是几年 五年 差不多 差不多 五年 住了五年了 五年 对 怎么样 跟丈母娘在一起生活怎么样 我觉得挺好的 她是不一样的 为什么 因为妈妈 如果我们喜欢 一起去外面吃饭 看电影 是爱人的东西 妈妈给她打电话 哪里 你在哪里 我在家里 带孩子 我很无聊 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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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她没给我这样麻烦我 所以我喜欢 你喜欢 然后妈妈不烦你 她给我包饺子 包饺子 紧我的衣服 你的丈母娘 跟你们住在一起的时候 她有没有 对你有要求 比如说 衣服脱了 要怎么叠 袜子 不要随便扔 什么什么的 有过吗 对 她什么都说 哦 查理不做这个 查理不做这个 查理做这个 我说 OK 是 没问题 没问题 有没有 她是我们的家庭的老板 有没有过 她说你 你不高兴的时候 不开心 我们第一次可能六个月 我有很多的事 我不高兴 但是 比如说 我的想法改变 因为我觉得她是老人 她的年轻很辛苦 她的生活很辛苦 所以 没问题 我可以听她说话 比如说什么事情 让你觉得不习惯呢 每一件事 每个 她有那个 how do you say the hooks 年钩 什么 粘钩 就是粘到那个 粘到墙上的那个 她到我们的家里 她第一次的事 是去外面 那个小店 买很多的粘钩 粘钩 买很多的 很多的 在我们的家里 什么的地方 在电视台 在玻璃 在面口 在面口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为什么 可是她喜欢 用墙 用墙 有墙可以干 干肠 干肠 我不知道 分干肠 刮分干肠 对 我不知道为什么 她买了很多的盆 盆 盆 很多的盆 我觉得 在洗手间 我们有四个五个盆 我不 我不 我们有一个机器 不要很多的盆 但是她喜欢 她喜欢 帽子 在那个盆 裤子 在那个盆 我说 妈妈 没问题 我们所有可以放机器 洗机 洗机 对 这个好像 年纪带的 到了我们这一代也不买了 我们会觉得猴吐 但是呢 我妈也这样 我们家里边 本来那么好的浴室 对 很漂亮装修的 她那儿落一落盆 对 然后呢 我就特别不理解 跟你说的一模一样 我妈也是 明明有那个洗脸池子 就是那个 那洗脸的那个 她洗脸为什么要接水 在脸盆里洗 我不理解 后来她说她习惯了 她说洗了这个水还能用 哎呦 节约 我想放垃圾 我喝一杯水 一瓶水 我放垃圾 然后明天 我看我的垃圾在家里 一会儿 她放花 花放瓶里了 我吃饭 我放我的垃圾 明天我开冰箱 看冰箱 我看我的垃圾在那边 但是有酸菜 但是有酸菜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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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垃圾 她说不是垃圾 不是垃圾 她捡回来 就剩钱 就剩钱 这舍不得 那个 你叫母娘有没有一个习惯 攒塑料袋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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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 还有有 还有有很多的被子 被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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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很多被子 被子 被子 被子都 我告诉其他人 为什么妈妈有特别多的被子 她说 哦 因为东北冷 我说 这不是东北 这是北京 不是东北 她习惯 有很多的被子 所以现在 圣诞节的时候 我买她的被子 她很高兴 哦 还有一个被子 还有一个被子 你们有被子 我们家还有褥子呢 你知道什么叫褥子吗 褥子 有 对 她又多了这样子 对 你是想明白一件事 她 是我的 我太太的妈妈 是我们的妈妈 她很辛苦 她既然这样 那我就 她怎么样 就让她怎么样 但是绝大部分人 是受不了的 要反抗 最后 就只能你们俩分开 明白吧 你要反抗 后果就是你们俩不得不分开 因为老人 你不能去改变她 对 这就是说 要不说你今天真的 你是 这个 来到这里 被采访的外国人 你是被采访的外国人 你今天No.1 现在我们看到的乔毅 特别幽默见谈 脾气也很好 但是很多人都不会想到 她曾有过一段 难以启齿的童年经历 可能四岁差不多 我的爸爸死了 他在洛杉矶 洛杉矶 他喜欢加油 他的车加油 有人喜欢他的钱包 杀死他 因为我的爸爸不喜欢给他的钱包 用枪杀死他 所以我的妈妈结婚我的肌父 他是被伤害的人 被伤害的人 被伤害的人 伤害别的人 他也是被伤害的人 所以他伤害我 他虐待我 虐待你 对 他想我加胖 所以如果 他为什么想要你长胖 我不知道 所以他给我很多的汉包包 薯条 如果我吃薯条 一个一个 他答我 他说你要吃十个一次 所以这样子 这样子 吃十个一次 吃两个汉包包 我是五岁六岁 他说的十二个鸡蛋 十二个鸡蛋 他说 所有吃 吃 如果我说 我饱了 他说不吃饱 吃饭 如果我不吃 他打我 他打我 你妈妈不管吗 他虐待我 他不知道 因为我的妈妈是服务员 他在汤管 上班 十二个鸡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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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二个小时 我的肌父在家里 所以他虐待我 他看这里 他切我的手 切我的手 真的 真的是有一个很大的刀 十三个 他拿什么切的 因为他用刀 打我的屁股 打 打 我说 祈福 我说这样子 拿手一打 对 所以 十三个 十三针 十三针 对 所以他告诉我 如果你告诉别的人 我杀死你 杀死你的妈妈 别告诉你的妈妈 别告诉你的老师 那你妈妈没有看到吗 她没有看到 我的妈妈 上班 十二个小时 回家睡觉 早上去上班 所以她不知道 那你的手 是在医院处理的吗 我的机夫告诉我 我要骗她 她说 告诉妈妈 你和你的妹妹 你们一起玩 她用刀 你陪她玩 妈妈说是跟妹妹玩的给弄破了 对 骗我的妈妈 所以我骗她 她问我 为什么后背黑色的 我的后背都是黑色的 都是黑色的 她说 告诉她你玩球 和丢了这样子 所以我骗我的妈妈 骗我的姥姥 那你的妈妈 跟她感情好吗 跟她的感情 她们有问题 她们天天 她们妈一起 所以她们的关系不好 好悲惨的童年 她们喝很多酒的问题 我的小的时候 不是幸福的时候 不幸福 对 很多的问题在家里 所以我的老老 看我的后背是黑色的 对 她说 骗威可以相信我 我没告诉别的人 告诉我真的 真的什么问题 跟我说实话 我相信她 我相信她 所以我告诉她 OK 别告诉妈妈 但是 这是我的姥父 我的 她说 我亲爱的 她抱我 她告诉我的妈妈 她不让我回家 她说 你不可以回家 你在我的家里 她打电话 我的妈妈 我的妈妈和我的姥父 结婚 我的妈妈接我 我和我的妈妈 一起住别的房子 我的姥父 她去别的地方 妈妈对你还不错吧 妈妈爱我 妈妈爱我 但是 有孩子 喝酒多了 没有老公帮她赚钱 所以她在 12个小时 在 摊滑上班 所以 12岁 11岁 12岁 13岁 14岁 在家 妈妈上班 所以 我自己起来 我自己去房 我自己去小水 我自己回家 自己做家庭 自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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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人带我 所以 我的妈妈 在家里 她不会做饭 所以 每天 给我20美金 她说 自己买饭 所以 我吃的什么 我吃的 我的姥父教我 买当拉汉堡 所以 早上 麦当拉汉堡 下午 下午 是小水的饭 晚上 我吃披萨 而吃麦当拉汉堡 越来越胖 对 所以我加胖 加胖 加胖 那个吃的 我习惯 十五岁 我的妈妈死了 所以是五岁的时候 我开始孤儿 然后 美国的政府 送我去 孤儿园 所以 我在孤儿园 两年 在孤儿园 18岁的时候 我冲出来 孤儿园 但是 我自己找上班 我自己煮房子 我还习惯 吃麦当拉 所以 还吃 汉堡 早上汉堡 晚上 像汉堡 我吃这样子 因为 我睡了 小的时候 吃这样子 所以 差不多 我认识它的时候 我开始吃 书 书菜 我改变一样 因为 小的时候 没有人教我 吃菜 吃书 我不知道 那个 天哪 那也就是说 其实 其实你在 美国 你的 爸爸妈妈 都去世了 都去世了 对 我觉得 我的信仰改变 我听过 我要原谅他 所以 那个不容易 因为 小的时候 我觉得 然后我是大人 我回家 嚇死他 这是我的想法 但是 18岁 20岁 差不多 我改变 要宽容 对 我的朋友们 是一个牧师 教我 你要原谅他 也就是说 你曾经想过报仇 对啊 他说我要杀死他 要杀死他 就是我的安排 小的时候 我说的 然后我是大人 我回家杀死他 现在我是大人 是20岁这样子 但是我的心改变 哦 所以我回家 我找他 我说的 你还找到他了 我找他 我说 基父 我要跟你说话 他害怕 我说 基父 但是我喜欢告诉你 小的时候 我觉得 现在 我可以 杀死你 嗯 但是 现在 我想原谅你 我爱你 我要告诉你 我原谅你 我爱你 我爱你 你做的 那个时候 现在是 时候的东西 他会不会很感动吗 他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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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很感动 他哭了 他抱我 他说 我小的时候 是这样子问题 没有人爱我 没有人带我 我喝酒 我疯了 但是 现在我喜欢改变 所以 这是 为什么我做的朋友 是我们的故事 听听 我看到你在流泪 对 一定很心疼他 是吗 以前 其实 听过他讲过这个故事 很多次是吗 对 我第一次告诉他 我的故事 他哭了 他哭了多 他哭了 一个小时 多多多 我非常 因为 我告诉别人 我的故事 他们说 不好意思 哎呦 不好 但没有人哭了 他的心 真的可以觉得 我 觉得什么 在我的小的时候 我的老婆 我知道 他是 我的缘分的人 我的老婆 真的是 原谅很重要 因为你原谅了 其实对你自己来说 是你放下了 是你不会再去伤害你的孩子了 对 所以现在我亲亲他们很多 每天我问他们 我教他们 Honey Honey 天爱的 甜心 我没有好的爸爸 但是我喜欢做的最好的爸爸 甜甜 我在想 我突然特别理解你了 我觉得在你二十多岁的时候 可能碰到这样一个男人 他也许不是我们 心目中的那种高富帅 可是我觉得 他那个时候 能打动一个像你这样 又漂亮 又有能力的人 是不是从你心里 你会觉得 那么多年没有人疼爱他 你想疼爱他 一方面吧 一方面的 对对对 是这样 我觉得在什么都国家 有人家庭有问题 但是很多的人 在小的时候有问题 妈妈 爸爸 姐姐 妹妹 这样子 我觉得什么都人 没有原谅 他们的 打的时候有问题 可以赚钱 没有高兴 可以 有很好的生活 但是还没有幸福 因为他们的心痛 所以 你今天来的非常好啊 你不仅给我们带来了快乐 而且呢 你还给我们讲了一个这样的 非常好的故事 我觉得这个故事 对每个人都有启发啊 我就突然明白 为什么那么多中国人爱你 喜欢你 就是因为你很真诚 用我们中国话说叫不做做 你想什么就说什么 我觉得你要保持 这样会有更多的中国人喜欢你 我希望你永远都是我们中国人的好朋友 好不好 谢谢你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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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婷婷